在WBG的第二局下半场 艾莉这手破轮掏出来是奔着四抓去的 我自己的判断可能是忽略了一手必须要四抓 所以我觉得这套阵容其实艾莉打红蝶蛮香的 她选择这个破轮呢也没什么问题 一个底牌挽留但闪现的破轮 但是这套阵容打破轮我觉得还行吧 这套阵容是有牵制力的 就昆虫这个点你可能好有机会抓一下嘛 但是也不一定 就是昆虫它套上虫以后平地跟你绕 我们是见到过很多次 拖了很久的 这个属于是什么呢 就是你无法从阵容上面一定分析出这局的一个走向 只能拼双方的操作看双方的操作 来看一下啊 嗯 埃莉抓其他人滚其他人的话 拥兵不太可能的 就顺路骗个护臂可以 硬抓拥兵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一花这边走位还不错 一次滚上 不能真的要抓拥兵吧 骗个护臂 这怎么解说呢 抓拥兵 真假的 走了 一轮时间大概花了20多秒将近30秒的时间是去耗了佣兵两个户必补了一个次 亏不亏嘛 我觉得至少肯定是不转 肯定是不转 然后杂技这个点的话还蛮强的 杂技这个点的话是滚两下交闪现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滚一下丢夹这个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前期的时间已经浪费在佣兵身上面了 也不叫浪费吧花在佣兵身上面了 这边第二下滚不到就看什么时候滚上滚上了以后杂技这边的话看怎么去躲这个闪现和夹 哎可以啊杂技 这边杂技的一个牵制走位每一次都 那看这边一颗土球封路然后一个翻板加速走 爱丽这边的话吃了波减速没办法再起轮型态 现在是绕过来一圈以后到脸上再变形态再交闪现 但是杂技这边手里面是两颗火球杂技这个手也不演了 来来来来来来你敢闪你敢闪我跳火球 先夹着哎这个夹子没跳好 那这样的话这个夹子没封好 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进板子再丢个夹封住 好可以 一分五十多秒 嗯这也是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 就破轮这个角色呢他其实很看操作的一个对拼的 就你操作拼得过你才有后续 操作要是没有能站到平衡 这局就是整体的一个祭祷偏慢嘛 外面已经削了三台机了 说实话这个局求生者因为爱丽交掉闪现了嘛 爱丽这边的话存在感也不多对吧 求人这边如果说优兵就一波杂技都有可能二六的 你对外面的密码机的一个压制能力其实是很弱的 你不可能说不守吧 你只能守你守了对于密码机的一个控制就很弱 那本身求人密码机前期是占一定的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甚至可以考虑去盘一个四人开门战 去看杂技能不能 一个悲观 杂技这边是硬吃伤害然后不倒遗产 拉走 密码机还差两台 两台遗产 爱丽这边 还在交一个白球 哎 延缓你挂人时间 这波是杂技压根没有想六 杂技这波他等于说是硬吃伤害以后拉走 这边应该是穷者这边有一个判断 就是我们这一波不倒遗产机倒一个比较好救的位置 托你最能时间 你做防守密码机够 你控你控场 你管密码机 那我们这边无伤救 救完以后杂技手里面还有球 还能六 而爱丽现在有个什么问题 他的闪现CD 他的技能CD没有好的 他的技能CD没好 我这边就可以无限跟你 对吧 跟你来玩这一手 对啊 我就救人 救下来以后你没有办法快速击倒这个杂技 没有当二斤 没有办法快速击倒这个杂技 怎么打 杂技一颗火球风技能 这边的话想上车 一刀打并换 那换挂吗 还是说这刀打完以后到二阶起轮形态 要一个戏血悲观来带走这个杂技 但球者的密码机其实是已经差不多好了的 91的密码机 开轮形态 佣兵 这波佣兵其实吃刀都能把这个机子给亮了的 吃一刀 吃一刀 来佣兵 这边机子96979899 再打那杂技这边过来补 我觉得这边一花其实第一时间不要拉开 直接强修这个密码机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密码机是肯定够的 这波拉开其实还是有一点亏的 过来找这边的昆虫 两边的门都在开 对于 那个 TE来讲 这个局4跑 其实是 跟平局是一样的 但确实TE这边玩的非常非常的好 他们的一个杂技扛住了 我觉得还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艾力前期去抓佣兵 那波时间花的有点亏了 导致他的整体的一个祭祷节奏 往后推了 得有个二三 二三十秒钟吧 他那波佣兵从结果上来看就是 就真的是亏了很多时间